姐 我在外面跟客人烙一会儿 好 你烙吧 这个地方不错吧 今天因为突然间加了新的菜单 你看我们今天工服都没换 平时是穿工作服的 今天来不及了 因为客人全都上来了 我觉得你本人和荧幕上有一个 给我感觉差别不是很大 是吗 对 我觉得差别不是很大 谢谢 你这么觉得 我是这样认为的 就是我们是演员嘛 观众对于我来说就是上帝 就是人家看见你会开心 这是非常好的 演员他其实也是服务嘛 服务于观众 那他看到自己的影迷也好 观众也好 他就是希望给大家带来欢乐 所以他就会 他会把自己身体里面 所有的能量跟快乐 挤干净奉献给大家 所以其实您刚才说 我给您的感觉跟荧幕上差不多 我还蛮开心的 是的 是的 其实我有很多朋友都是 所谓的影迷 认识了之后 发展成为了很好的朋友 你像我刚入行的时候 就有一个他是画画很厉害的 一直到现在 就是他那时候还没有结婚 后来他结了婚 然后他还和他的先生一起 后来就是我来拍戏 他还来看我的班 就成为了非常非常好的朋友 我带我孩子出来了嘛 然后正好我把门一开 我就看到好像是说 您说那个客人还没有走 那个东西不要收 我们认为就是一个非常细致的事情 还好 因为我 谢谢 因为我之前就是服务员有做过 除非客人主动提出 就是说你帮我收一下 我会马上帮你收 一般就是客人不走 一定不会收东西 因为搞得好像赶你走一样 所以我一般是那边的话就是 客人全走 就走走掉回家了 我开始收 因为万一人家回来想吃两口 这一家大小跑天边来感受幸福来的 我们搞服务的就 饭菜做好 服务到位 干净卫生 然后给你好心情 开开心心的 你们是怎么就从小就变出神了呢 就她现在是九岁了 因为我平时做生意很忙 就是没有全面权一直照顾她 明白 我想给她教一些最基本的生活技能 如果不在的时候 她就可以照顾她 好厉害 好厉害 我们一会儿给你们用的 好 走 现在 要有什么食材你们可以跟我说 好嘞 看你们喜欢吃啥 好 我们的小厨神来了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